其實我爸爸走 我覺得 因為我爸爸是車禍 然後他就是有 他就是因為撞到腦 所以他腦部受傷 就變成是 將近是植物人 所以他在醫院 插管躺了大概有 半年 然後他離開之後 其實我們就是 很祝福他 他不用再躺在那邊 然後每天 活得那麼痛苦 反而我覺得他離開是 他最好的 解脫 只是說有時候 說到爸爸為什麼會 比較難過 就是可能節目上 也有講過 然後很多 因為對爸爸的一些 有一些遺憾 有一些 悔恨 有時候年輕不懂事 有些比較細 有些比較細節 可能節目上沒有講過 我會比較有很多感觸是因為 像那時候爸爸就是 他沒有工作 每天就在家裡 借酒交愁這樣 然後他那時候我就 高中我就半工半讀 因為家裡比較需要錢 所以我就都半工半讀 然後讀夜校 所以我幾乎是 比如說早上大概六七點 就要出門去 餐廳打工 然後晚上五點下班 然後吃個飯洗個澡 就又要趕快去夜校上課 那回來已經十一二 十一二點 然後可能睡個覺醒來 又要工作 那時候我就覺得好累好累好累 然後又是畢竟 畢竟又年輕 然後爸爸那時候就沒什麼錢 然後他就會跟我拿錢 就回來都會說 你好 一百塊兩百塊給我這樣 但是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爸爸都不出去工作 然後都要跟我拿錢 然後我就會 就有點跟他生氣 然後就會 講話就會激怒他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到他走啊 然後經過自己幾年在社會的一些歷練啊 一些才會知道 有時候他那時候也是非常無奈 在他在他失業那個過程 其實他也很不願意 但畢竟他已經中年了 他要去走出去 要面對什麼都很困難 然後有時候我就現在想說 現在我比較 收入比較好 如果 這時候爸爸還在的話 我可能 是不是可以多 多拿一些錢喔 給他去吃好的 還是什麼之類的 但現在有點 說這個都來不及 說這個都來不及 他有怎麼講到這樣啊 他有怎麼講到這樣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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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其實上 前一兩個禮拜 就是有 有一個粉絲 有一個粉絲 什麼的 我不太了解 然後他透過他的兒子說 他透過他的兒子說 他透過他兒子說 我爸爸有去找他 說 想要跟我有什麼話 有話要跟我講 然後他就用 語音有錄音給我聽 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個是 我也不太確定是 是真還是假 我不太確定 但是他 他說 我爸爸跟他說 我不知道真的是 真的還是假的 但因為他是透過語音跟我說 他說 他說 哎 我的爸爸跟他說 他 很 對不起我 跟我媽媽 然後 讓我 讓我 啊 那幾年 跟媽媽都那麼辛苦 這樣 所以我聽了就 有點不知道該 該怎麼講我心裡的感受 該怎麼講我心裡的感受 他也不會對 嗯 爸爸 可能爸爸說要跟我對不起 可是我覺得 嗯 我 不會這麼想 因為可能 就是因為我人生有 這樣的歷練 然後 可能因為很早 家裡就需要 需要幫忙 所以我很早 就出去工作 嗯 所以我就 比別人 更成熟一點 然後 現在 遇到 什麼困難 都比 別人還要來的 堅強 這是我 最大的 收獲 不要再說這 不要再說這 呵呵 對啊 我跟你講雖然 雖然就是 我只是一個 我不是什麼 高材生啊 什麼 書讀得很好 很有什麼才能 我沒有 啊 我也只是一個 我從高中 就是讀 夜校 夜間部 然後我大學呢 也是讀 夜間部 那雖然不是一個什麼 高材生 但是我 那個 做每一件事呢 從以前開始 我就是很努力 做我自己 然後 我們該做的 該付出的 都沒有少 好不好 那所以 我不敢說 我很有才能 很有氣質 很有什麼 書讀得很好 什麼我不敢講 因為我真的沒有 哈哈哈哈 但是在 那個 做人 為人處事上面 我是 對我自己是 很有信心的 因為我這個人 不會去騙人家 那我也不會去 批評人家 或是去做一些 不仁不義的事 好不好 因為我不愛讀書 所以我就從 高中開始 我就都是選擇 那個 半工半讀 那我去讀夜校 然後我早上 我就可以去工作 去賺錢 這樣 十美 我很想 再怎麼十全十美的人 也會有人來攻擊你 所以不要說 為了要 不讓別人攻擊 我們為了自己好事 要讓自己 是自己要 要求自己 追求自己 而不是說 為了別人的眼光 為了別人 不來攻擊你 才來讓自己更好 不是 我真的覺得 像我在交朋友啊 就是你書讀得再好 什麼高材生 什麼有的 沒的 你家再多有錢 你長得再多漂亮 多帥 也不一定會是 成為我的朋友 呵呵呵呵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很看 很憑感覺的 在交朋友 就是要 真心 真性情 沒有心機的人 才會成為我的朋友 不然你在多有錢 就是 都沒有用 在多有氣質 在多會讀書 對我來講 都沒有用 我講 就是個 可憐齁 就是我讀夜校 所以我的那個 有一些想法 跟一些 那個看到的事啊 就會跟別人更不一樣 因為可能一般 一般學生啊 他讀書就是在學校 他面臨的事就是 認真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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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個好成績 要什麼文憑 什麼的 那你半 半工半讀的人喔 如果跟我們 知道那種 中間的那個辛苦 然後跟你會更體會 你是跟 一般的學生 你所 看到的 遇到的事 還有所有的 還有所有的歷練 都是不一樣的 還有所有的歷練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犧牲的 你要犧牲的 我跟你講喔 有的人炫耀他 書讀得多好 然後 多有才能 多有才能 然後你看看喔 他家裡的事 一樣都不會 那 對於很多人與人之間的應對進退 他不會 甚至 有點傻 那你說 到底 要怎麼樣才好 但我覺得這個都是看個人 看個人的啦 因為也不一定說 人家讀書 讀得好的 就沒有那種 就沒有那種 什麼 那種什麼 都不會的那種 那也有像 也有像我們這種半工半讀的 半工半讀歷練很久了 也會那種 也是那種傻傻的 也是很公的那種 也是會有 也是都會有 對 社會大學要修一輩子 那所以你在夜校裡面就看到很多人生百態 有的是 有的是年少不懂事的 每天測乾 那有的是 中年了 但為了文憑 要來努力 那有的是為了自家裡經濟狀況不好 然後 逼不得已 要來讀夜校 那早上要去工作 都有 很多很多 你在夜校可以看到人生百態 對 但我跟那個 我跟夜校的同學 每個人也都是很好 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過 有還有跟那個 夜校的同學 一個 一個姊姊 借錢 借錢讓我媽去繳那個 回仔錢 那當然 因為我們讀夜校 我跟你講我讀夜校就是 從 就是從我讀夜校開始 就是 就會開啟那個 被看不起的人生 哈哈 那你從 你回去那個 那個親戚朋友 或者是 媽媽的朋友 很多很多很多 只要聽到你 夜校的 不錯啊 然後都心裡都會在那邊 就會覺得夜校素質不好 可能你就是不會讀書 就是一個沒有氣 沒有氣質的人 什麼 感覺就是讀夜校 很不容易 這樣 所以我們就從小就會被那種 這種眼光啊 那種 所以我也都習慣 不要但我 本來 我從小就沒有在理人家的眼光 還是 不要 不要 那種 用什麼 學歷啦 用你的才華啦 你的才能啦 或者用你的很多很多 或者是你很有錢 你公司多大間 來否定 一個人 怎麼會被人家看不起 因為現在的人 很多人都是 就是視力眼 你就非得要去讀一間 日校 最好是公立的 人家就會覺得 欸你好棒棒 你好棒棒 人都是這樣 你就都會這樣 我覺得 老實 老實 做人老實 那 心地要好 就很重要 但因為我們是 從高中 大學 讀夜校 很常被看不起 所以 都很正常 現在也是習以為常 那那個我覺得也沒什麼 好不好 我也是很鼓勵 有時候人家問我 我也是很鼓勵 人家去讀夜校 如果真的對 讀書 沒有興趣 那就趕快去 社會上工作 賺錢 最重要 我想賺 賺錢最重要 可能有人覺得說 啊 什麼 怎樣就怎樣 但我跟你講 你吃也要錢 喝也要錢 住也要錢 吸個空氣都要花錢 你每天眼睛張開 就是要花錢 喔 所以很 有時候很現實的 賺錢 最重要 喔 先讓自己 讓自己三餐溫飽 讓自己的生活的穩定 喔 你這樣 你走路 有自信 說話有自信 好不好 你做任何的事 都有自信的時候 喔 你才有辦法去照顧別人 喔 照顧你自己的家人 喔 然後去 讓自己提升更好的生活品質 遇到爸爸 遇到爸爸 的一些事嘛 然後 不在了 然後又 又要 又要忙我哥的事 那時候我還要 我要陪我媽 常常跑去 就是處理一些我 惡哥的事 忙到 有時候還要花錢 處理很多事 然後 後來惡哥也走了 所以 我跟我媽啦 有時候我們就是 我們兩個一起 也是一起走過很多 風風雨雨 然後走到這種 那種那個 什麼 他我媽啦 上 上夫 又上子 我是 沒有爸爸 跟沒有哥哥 沒有一個哥哥 我們都一起走過來 所以很多事就是 也很感謝 有這些歷練 不會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 現在的我呢 是 非常非常開心的 這個人生的階段 因為我現在 就是我的事業啊 至少 我有 表演的機會 都還蠻多的 然後也很多長官 願意給我機會 然後給我 賞識我 那最主要的是 最主要最主要真的是 有這麼多這麼多 粉絲朋友支持我 真的 不管在外場 錄影啊 平常或是你們在 YouTube上啊 點閱啊 點來看啊 都很支持我 那 像我的人生的很多 大小事 現在的人生的大小事 小到說 因為疫情 影響我們的工作 那大家都會 比如說 支持我的團購 只要我賣什麼 大家都一定 大力相挺 一起度過難關 或者是 想要買什麼 買房子 還會擔心我房子 要缺多少錢 缺什麼家電 謝謝 大家喔 真的是 現在我這樣 我現在 我現在人生喔 有這麼多粉絲 就是我最大的福氣了 那當然啊 我就是最大的回報 就是 回報能回報你們的 就是認真 認真 認真 再認真的 準備表演 準備 很多演出 然後唱更好聽的歌 給大家聽